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上团生委副书记冯海燕 授予精英考通主持人一哥和小燕子姐姐 湖南少先队学雷锋宣传大使的称号 但是我希望小朋友学习能处认坚持要贯穿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当中 没错没错 小燕子 东西拿来 什么东西啊 等啊 昨天母王就在你那里啊 没有呀 我没看到呀 啊 那今天怎么不去玩啊 没关系 我记得今天要不去什么 真的吗 那当我呢 那今天不什么呢 自己看吗 黄金配角之伪装 秦时明月的故事背景 取自秦始皇统一六国 到西楚霸王项羽 攻陷咸阳的这段英雄辈出的历史时期 是一部以武侠为主题的全民型动漫 伴随着古灵精怪 却又年少轻狂的主角 惊天明去冒险 一路遇见各门各派的众多高手 当然 这些配角中又以卫装最为耀眼 他是鬼谷派纵横剑法的传人 浑身充满邪气与霸气 武功深不可测 而鬼谷派又是一个奇特而又神秘的门派 每一代只收两名弟子 而这两名弟子从一开始就是敌对 他们中间必须要决出胜负 最后只有一个人能留下 所以卫装最大的目标就是击败概念 继承鬼谷绝学 黄金配角 卫装 人气指数五颗星 当时你先学义官了 我看你还是算了吧 为什么呀 因为你像猴子的 黄金配角之小美 大耳朵图图这部动画讲述了三岁的小朋友胡图图快乐成长的故事 由于本篇讲述的是小孩子在家庭中成长的故事 所以相信所有可爱的小朋友都能从图图身上找到自己成长的影子 片中主角图图的好朋友有小美 壮壮小豆丁等 不过今天的主角是比图图大三个月的漂亮女孩小美 小美爱漂亮 崇拜妈妈 爱发嗲 之所以选她做今天的主角 是因为在剧中图图干大多数的事情都是和小美在一起 所以小美就是这部片子当之无愧的黄金配角了 黄金配角是小美 人气指数四颗星 金淵子 你别生气了 你救养了 铜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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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锣 叫我哄你的啦 好吧 视频子对不起 好吧 今天的伯恩伯伯就到这里了吧 拜拜 拜拜 妈妈 那我开学题